非常離譜 也非常奇怪 我們先講第一 開始的時候 講說是市長跟林志堅去參加 所謂公會的宴 宴席 那現在如果說被爆出來 真的是在市長官邸的話 那就不是市長去參加宴席 而是根本就是把這些人叫來 市長官邸裡面大開席宴 而且看照片裡面 就是兩桌以上 你站起來逐桌敬酒 口罩拿下來 這邊花天酒地 我想這絕對沒有辦法接受 再者我們講政治人物 為什麼有那麼高道德標準 就是因為你每天接觸 很多不特定的人士嗎 記不記得今年二月的時候 疫情指揮中心當時 那Omicron還沒有很明確 很明朗的時候 疫情指揮中心特別宣布 政治人物禁止跑突 為什麼當時就特別指名 點名政治人物 就是因為你有更高的 這個染疫的風險 以及你有更應該要帶頭做示範 但是完全沒有 再者官邸的宴客 我這必須我也要再幫我們楊永明 楊老師來說句公道話 你記不記得2011年那個時候 民進黨怎麼樣批評說 哇這個用電浪費或什麼的 但是如果一樣道德標準的話 我們講當時葉怡經委員蔡黃朗委員都有批評說 你用官邸的這個水電等等的都是浪費錢 那一樣嘛 如果說這樣子 現在我們要看在桃園市的官邸裡面 你每一筆的花費 其實都是人民納稅錢 你拿人民納稅錢來做這樣子大開席宴 而且是幫特定人士來做輔選 這難道沒有行政部中立嗎 所以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這件事情非常的離譜 沒有說清楚 沒有把它給講明的話 其實桃園市長鄭文燦 你的任期是到今年的十二月二十四號 你都應該向桃園市民交代 對 九明兄當過大官 當過新聞局長 當過那個國安會副名所 到底當時是怎樣 是那個機器有問題 我記得是怎樣 既然你提到 就是鄭文燦 鄭文燦在做新聞局長的時候 他把那個官邸 他換了一個 大概是十四加輪的電熱水爐 然後呢 也就是說他那個 大概一一個小時 水要燒四度電 結果我知不知道 他知不知道那個是多耗電 但是呢 那個就一直在那邊 但是中間有一段時間 沒有人進去住 我進去住的時候 其實新聞局的這些總務人員 也搞不清楚 沒有人住的時候 也是電費在交的將近幾千塊 將近一萬塊 因為他還在燒 燒熱水爐 他也不把它關掉 我進去的時候 突然就電費 然後後來整個檢查 原來就是鄭文燦 在做新聞局長的時候 換了那個東西 是鄭文燦的決定 還是新聞局總務人員決定 我不知道 但是呢 這就表示說 在整個政府機構裡面 這種浪費的這種可能性 但當時就因為是面臨到選舉嘛 然後攻擊我 我就說我把這個事情秀出來 把那個 哇那個比人還高的電路水爐 把它給搬出來 幾個人洗澡 對啊 因為那個對的好處就是說 那是吸引官社嘛 是吧 當然生理工業對面 我們通常你開熱水 要等一段時間對不對 他那個不是 你開的 開的就是熱水 哇那個是觀光旅館的 美國那種大樓都是 因為美國怕他的水管 就是說動掉 冬天的時候 所以他都是 一直不斷的熱水 在那邊燒的 那結果是那樣子一個做法 然後呢 因為當時的選舉 所以我跟我太太商量說 那我們就搬出來不住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